首先我們丟一熱情掌聲來歡迎我們的主人 我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我們漁業署署長 陳天壽 陳署長來為我們致辭 同一下高雷 署長好 贊助委 還有我們臺軍署的條署長 我們署裡面的團部署長 還有我們跨部會的一些同仁 還有公會的小教協會 還有大體委會 那個未完工會的主幹事 議會的一些代表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 大家好 主長好 今天我們到這個 也可以講字遠揚的一個業重症 今天所在來辦這個活動 當然我們有共同的一個夢 這個我想 不管是我們業界或是政府 或是學界 產官學界 跟我們國人也好 都有一個夢 我們這個夢就是希望 我們能夠永續來利用海洋的資源 能夠永續海洋資源 然後在利用上遠遠不斷 這很簡單 因為其實海洋跟林業是人類的一個希望 什麼希望 是陽史來源的希望 我相信大家都也有看過 比剛才剛才說的 因為畢竟海洋的面積 比陸上的面積要來得多 來得大 海洋能夠穩定的話 我們目前就可以穩定 不管風雨雷電 都還是有海洋產生的 這個意思就是 海洋的這個 利用這樣一個水體 來做糧食的生產的來源 這是比較友善地球環境 你想像我們現在的氣候 跟東西都異常 雖然農業很重要 但是缺水的時候就是不重要 缺水都要修根 我們東西都要吸收 這是這樣的 另外就是大家也知道 這個水也很重要 在台灣是比較不缺水 但是在很多國家是缺水 所以畢竟我覺得 我的海洋是相當重要 但是這個重要 我們有一個工作就是愛做 我們要共同來做一項的工作 我們一起永續海洋的一個環境 能夠共同來做一些的 遵守這個國際的一些規範 跟國內的移業的提到的一些規範 這樣我們就可以 永續來利用這樣的一個資源 大家都知道 104月的時候 我們可能請防海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有一個解決 我們有一個 我們必須要跟著這個腳步去做調整 這個當中 當然104年到現在 我們做了一個影響的 包括法令方面的訂定架構等等 包括監測的問題 包括我們要跟其他國家 我們帶大家來友好 現在四個過邊的電 今天我們這個動作 今天這個活動 就是觀察員跟海上的執法 這是理工的一項 很重要的一項 我們考察印尼 我們留學觀察員的職務 現在聘務的觀察員的人數 超過一百元以上 這是很重要的一項目的 因為透過海上的觀察員 可以幫我們去做 收集一些很好的遺業的 遺老的資料 透過科學家 來轉換成歸場有力 對於遺業資源的一些 管理上的訂定和依據 這項目的考慮很重要 同時觀察員也可以 把我們國內的一些法令 或是國際的一些規範 把我們的專長 把我們的專長 做溝通 做一種 所以這個環境很重要 我在這裡我也要代表 我們政府 這些海上的英雄 海上的地線 要表示十二萬分的感謝 因為就是有這些人 這樣出去害 要去過月 要去過月 這麼辛苦 去努力這樣一個 讓我們台灣的這個環境漁業 能夠持續永久 就是這麼的人來做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的漁業行務 長久以來 我們就是有我們的行務傳 一年都差不多要 最少要一百幾天以上 一百八十天以上 每年就是根據漁業的資訊 以後他們要尋規短 像我們現在在港的旁邊這隻 就是巡捕8號 今天還是明天就要出航 他也是在替我們台灣的環境 讓大家一夜秩序 去做這個鳳梁 他們一出去就是要最少60天 今年已經是第三航市 今年準備是四個航市要出去 所以在這裡 我們也要感謝 今天讓我們台灣的一夜 或是享受了這個 分享這一種疑惑物 這也是要感謝這一些的工程 所以在這裡我相信 我們今天這個活動相當的重要 永續我們的銀行業經營 這也是不可缺的 我們一起來鼓勵 不管是從業人員工會 或是我們的政府單位等等 這些協業人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的這個一夜能夠更好 那是不是我們就接下來 請我們的副主委來給他勉勵 然後來跟我們加加油 好不好 謝謝 還有葉署署長 副署長 還有培訓署的署長 姚署署長 還有各位貴賓 還有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 有關觀察員的百人成天記者會 這個在我們的有關海洋這個部分的永續發展 沿洋遺傳的永續發展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過去長時間以來 我們的沿洋產業可以說是 全世界屬一屬二的大的船隊 我們的漁獲量在全世界 也是屬一屬二的漁獲量 在這麼龐大的一個產業裡面 有一些規則我們必須是遵守的 那這個遵守並不是說要限制 我們的漁獲的一個苦勞 最主要的就是說 為了這個永續 漁業的永續發展 必然是在未來的時間裡面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規則要遵守 那今天的話呢 有關這個從104年 就是歐盟給我們一個王牌的一個警告以後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一年多兩年的這段時間裡面的話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一個改進 除了這一個就是觀察員的聘請 一百多位觀察員的聘請以外 我們也做了VMS 我們對整個海洋 瓦規 這個瓦規的修改 做了非常大的一個變革 這樣的一個情形就是 為了什麼 為了就是讓這個未來的漁業 漁業能夠更永續的發展 那今天這個對我們來講 這個觀察員的成軍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也就是說我們真正 透過這一百多位的觀察員 我們把我們的在海上賭移的一個整個紀錄 能夠有效的一個管理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其中這樣一個動作的話呢 我們期待在今年的十月 我們能夠把我們的黃牌這個部分 能夠取消掉 那現在已經 今天已經8月31號了 大概最後也不夠一兩個天 我們再努力衝刺一次 那我們把我們該有的規則拿出來 那我們的漁船 我們的漁民 都能夠遵守我們這樣的一個 應該有的法規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一個點良的漁業 能夠一直發展下去 那最後恭賀大家身體健康 那一切順利 謝謝 非常謝謝 副主委 藝術的署長 副署長 還有在座的貴賓 還有我們漁民朋友 還有我們最辛苦的 海情署的知情的同仁 還有後面的這些檢察員 觀察員 大家早 大家好 好 今天非常高興給這個機會 來這邊參加這個記者會 那我想特別要跟各位報告的 我們海情署 每年都配合著國家的一頁政策 來規劃 按奧道士航次的一個公海行部 來善盡我們的國際營業的一個責任 那我們執行的狀況都非常的良好 那我們今年 現在這個航次 9月1號要出發的這個航次 是今年的第三航次 那我們規劃從9月1號到10月30號 也是剛剛主委有講的 我們將近六十天在海上執行 那我們中間會在馬哨島那邊整 所以我們同仁在這個執行的過程當中 還有配合我們的一頁的檢察員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辛苦 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這邊也特別在對他們 是上十萬塊分的一個卸議 那剛剛副主委也提到 署長也提到說 因為有你們 所以才讓我們的一頁永續 經驗更加的一個良好 也讓國際能夠知道我們 國家的一個能量 那有關104連環海的部分 其實海行署配合一頁組的部分 就是剛剛這個副主委 還有署長提到的這些廣費的修正 還有即使我們海行署 除了明天要出發的海上的查劑這一塊 我們在案劑的安全檢查 也配合著我們這個非常的綿密 我們在重要的港口 也會提升我們的資檢力 那我們今年在海上的登檢 到目前為止 跟副主委報告 我們就查11艘 今年那個夜行署規劃 我們要拿到11艘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行次 接下來第三行次 我們能夠把這個整個登檢力提高 以落實我們今年能夠解除 黃牌的一個績效 這個會特別在拜託我們海行署 在執行的這些同仁 最後特別感謝這個夜行署 給我們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這邊分享 那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魚躍屬和海巡署 每年都會協調當年度的巡物任務規劃 包含巡物海域和巡物的時程 那巡物任務的海域 包含中西太平洋海域 A B C D E的公海 那巡物艦艇每天在執行巡物任務期間 漁業署會提供巡物艦艇附近 建議優先登檢的漁船名單 請登檢漁業1號 那巡物艦艇會先用無限電呼叫漁船 請船長配合登檢 隨後檢察員會搭乘消息前往漁船 請漁業1號船長配合登檢 配合 漁船在海上作業 它的標示應該要清楚可以辨認 因此檢察員會先初步檢查漁船的標示 一般執行公海登檢 首先巡物船會圍繞著作業漁船一周 並再船首國際護航以及船尾拍照 好 那登船檢查後 首先漁船上應該要備有許可作業的文件 漁船也應該要每天填寫漁撈日誌 電子漁獲培報系統 檢察員登船後 被請船長提供檢查 另外也會檢查漁船的船位監控系統 是否正常運作 請船長出示漁業執照 漁業執照 請船長出示漁獲作業許可證 漁獲作業許可證 請船長出示漁獲作業紀錄表 漁獲紀錄表 除了這些文件的書面檢查外 為了檢查漁船的漁獲量 還有確認有沒有進步的飛馬漁種 檢查員會請漁船長打開船箱提供檢查 請船長打開漁舱讓我們檢查 了解 除此之外 除了它的漁獲物 我們為了保護海洋生物 船上要備有手操網和除溝器的工具 這些是用來意外捕獲海盃的時候 就靠這些工具安全將它們釋放 另外漁船如果在海鳥多的海域 還需要備有避鳥繩 這就像是稻草人的概念 它是用來嚇跑海鳥 避免我們海鳥咬到漁鉤 檢查該漁船作業海域 並不需要避鳥繩 請船長出示手操網 手操網 及除溝器 除溝器 以上就是我們巡物程序的大致檢查流程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這是這麼簡單 每次真正的海上檢查 可是要耗費2到3個小時以上的呢 謝謝船長的配合 並祝船長滿載及平安 感謝 那另外巡物任務除了根檢我國漁船以外 依據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港元世界間的養護管理措施 我國另外和六個國家 包含美國、日本、澳洲、紐西蘭、法國和庫克群島等六個國家 我們在公海上能互相根檢對方國家的漁船 透過這種合作的方式提高執法能力 那也可以提升我們漁業管理的強度 共同維護該海域資源的永續利用 好 非常謝謝長官 會很詳細的一個說明 就是檢查員的工作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努力 但是他們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來 我們給檢查員樂樂的掌聲好不好 好 除了檢查員 除了檢查員 還有觀察員 觀察員的部分呢 現在我們請我們怡婷長官來為我們做介紹 好 接下來由我來向各位介紹 觀察員的工作項目 觀察員的工作項目主要分為海勤以及陸勤 海勤方面有收集觀察船 基本資料及填報觀察員的紀錄表 漁獲及捕獲生物的拍攝 執行國際性合作的計畫 每週回報即時漁獲資料 陸勤方面則有 國內外港口卸餘的檢查 他們在海上記錄 漁獲及生物採樣的任務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三位觀察員 他們身上都穿有安全帽 就身衣 雨鞋 這是他們基本的配備 保護他們在海上執行的安全 那接下來他們手上 所拿的裝備都不太一樣 我們等一下會一一為各位介紹 首先我們看第一位觀察員 他手上所拿的是相機和色卡 他每一次行程紀錄都會拍下 所有觀測的漁獲及捕獲物種的照片 而色卡是為了幫助能夠還原比例 此為依據 那接下來我們請觀察員示範 雨體上腳板後的拍照 當雨體上腳板時 觀察員會將色板平行的放在 雨體胸旗的下方 並且手持相機以45度角進行拍攝 雨體必須要佔畫面80% 而觀察員雨體的照片 都會提供給學者作為紀錄學術研究 我們謝謝第一位觀察員的示範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位觀察員手上的裝備 是捲齒以及防水紀錄本 因為在海上常常會遇到海水波灑 或是下雨的問題 我們的紀錄本都需要有防水的功能 才能夠保住我們的紀錄 不會因為海水而有任何的模糊 那觀察員在拍完照紀錄 漁獲類型、漁獲體長、體重及性別 接著在這裡我們要請觀察員示範 如何量測魚貨的體長 因為不同的魚種 量測的方式會不太一樣 而觀察員示範的是量測大目尾的體長 是由上輪端至尾插長 那當雨體過大的時候 觀察員會請船上的船員 協助拿捲齒的另一端 那當確定魚體的體長 就會將它記錄在防水紀錄本上 那所有魚體的資訊也是提供給研究人員 能夠了解生物習性 支援評估的主要依據喔 那我們謝謝第二位觀察員的示範 那最後一位觀察員 那為我們示範的是採樣生物的樣本 那他手上所戴的是防滑的手套 以及電鑽 電鑽是為了幫助觀察員採取大型的魚體耳食 是能夠更有效更方便的 那我們請觀察員來示範 在海上採集肌肉樣本 以及應急還有魚耳食的部分 觀察員會在接近圍柄附近的地方 採集一地方多分的肌肉 那為了讓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示範是以比較大的面積 那當採下的肌肉樣本 會搭配一張採樣卡 而那張採樣卡也是防水的功能 上面會記得非常清楚是魚體的資訊 那當採樣卡跟肌肉一起放入採樣帶 並動起來 在整個航程結束的時候 再運回宿內 而第二個部分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採集背棋的第一應急 那他們會先用美工刀或者是菜刀 將第一應急取下 接下來一樣是搭配一張 詳細記錄的採樣卡 一起放入採樣帶中 最後我們要為各位示範的是 使用電鑽鑽取魚體的耳石 那在海上的時候呢 當魚體上的甲板 我們必須要先把魚的塞蓋 切開 以45度角的方式進行耳石的鑽取 取出來的耳石會有許多的肌肉以及黏膜 需要透過清洗 並且用鑷子找出不到一公分的白色耳石的薄片 那將我們會將耳石放進試管裡面 再加上一張採樣卡 一起放進採樣帶中 以上就是觀察員在海上知青 收集生物資料的工作說明與示範 那觀察員取得的漁業資料是非常的珍貴 能夠提升遠洋漁漁漁獲的資料 以及資源評估的正確性 作為訂定保育漁業管理措施 值得參考 各位媒體朋友 五度這個精采的時刻 這是我們台灣守護海洋資源 歷史性的一個時刻 來 掌聲給我們的觀察員 弘先生過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媒體朋友 報告長官 為台灣的守護海洋資源任務評戰 台灣有什麼 台灣有什麼 第一次imi 墜盜 唐西班 在文 大幻 貫武 我們岳城 ベスト 建徵 全國 我們共同合作 願望成功 你未保護 永續跎根 永續 diferente 再次再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